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 连申法王卢盛宴台湾道场巡礼 很多弟子求灌顶 并不懂得求灌顶 是有非常多的规矩和条件 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听 连申活佛卢盛宴 在竹贤堂谈到了灌顶 是必须要如何以轨周全的 不是这样子随随便便灌顶 师尊虽然是跟诸尊都有相应的 一刹那之间观想我就知道 我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不动明王 他的右手拿着宝剑 他的左手拿着金刚戒 胎场戒 两部的法印 他站在一个磐石上面 他的上牙 下牙 撩上 周身是否 我都可以马上观想出来 他旁边的八大童子 我全部都可以观想出来 我能够很快招请他下降 这是师尊耶 你想说不动明王 你们谢灵马上可以观想出来吗 他的相貌 他的上牙 下牙 他的剑 他的两部法印 他的金刚锁 绑着金刚戒 胎场戒 站立在磐石上面 他周围的这个金刚 我的观想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晰 我当然可以招请得到 但是在这里 我要招请他还是要按照仪轨来 或者我一出去这边的上司 就会模仿我 就会模仿我 好 不动明王下降了 给你们灌顶 这是麻烦耶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给人家灌顶 不能说不带法官 因为师尊马上就可以 师尊本身招请他下降到我的身上 我就可以给你灌顶 我不用带法官 我可以观想法官 那现在不行 现在要带法官 就是为了给旁边的所有的上司看 因为所谓密教 真的跟大家讲密教 所谓的密教是非常必密的 你当事法的阿世雷 做法的阿世雷 瑜伽的阿世雷 无上的阿世雷 是不一样的 做法的阿世雷 做法的 做部的上司 要所有的坛诚通通齐备 你知道你也一瓶酒 就可以把不动明王召醒下来吗 告诉你至少要一百瓶的酒 你以为一块肉就可以把不动明王召醒下来吗 至少要一排的肉 在释法里面是这样子规定的 这是一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释法 他一切要按照仪回来 一点都舒服不得 到了做法 释法 到了仪加 就可以完全以仪代表一切 仪加就是仪嘛 你修炼到了能够仪加的时候 能够跟完全相应了 这时候就叫做仪加 在仪加的时候 完全可以很迅速的 招请到你的本尊的时候 这是第三个结层的金刚上识 所以叫仪步 行步 仪加步 无上步 仪步最凡 行步赤之 到仪加步就变成合一 到了无上步 随时可以 随时随地都可以 没有供品 拿一个沙 沙力起来 就把它化为香 就是供养 没有水 小一个便 放在一上面 把它化为甘露 就可以供养了 那个已经是无上步的 无上步的法 才有这样子厉害 所以现在我一讲 我们所有生活中的上师 全部都变成无上步的上师 所以也不愿意做做步的上师 这个仪步 行步 仪加步 如上步 这些上师 重点在这里 当你成就很大的时候 他的仪轨就越简单 当你刚刚开始在修行的时候 仪轨一定要周全 所以不能随便到每个分堂去 随便请一个十论金刚坊 连坛城都没有 连贡品都没有 你知道我在做十论金刚的这个灌顶的时候 是足坛的 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在那个林口 全部坐在这个坛城的中央 就是代表十论金刚给你们做灌顶 你不能够在一个小小的 不能讲小小的分坛 不能讲 不能讲 我们是大大的分坛 不能讲小小的分坛 不能随便 所以你知道要做不动明王冠顶 酒就是要钱 生肉就是要钱 不能说我这里有肉 没有准备嘛 对嘛 你没有准备嘛 你没有准备 以为就是不周全啦 不行了啦 至少你把不动明王请来 旁边的两位不动同志也要请来 那都是有名字的 是因为说 整个佛寨来说 大波约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你的第一意吗 而我想说七色才圆满 师兄 现在师兄在讲这个幻灵的事情 不要再谈那个 暂时不要谈 你要讲第一意啊 因为这种 一五大部分的地理从那个 是否有像密教的一样 有四个节轮这样子 还是说就像就是买个六祖弹机一样 就是说这样子弄 有像密教一样四地这样子 因为一般地理从空这样切 可不可以有这样子慢慢去参禅 参禅你参禅的其实 噢 这个像六祖方面 它是属于顿禅 顿禅的话就是很直接的跟你讲 很直接让你明心 但是还没有见到佛性 直接让你明心 你能够真正的明心的话 你就知道很多的仪鬼 密教是讲仪鬼 密教是讲仪鬼 你刚刚讲的那是属于禅 第一意是属于禅 但是当然也不能讲属于禅 佛法里面有很多种 对不对 你跟我讲的是天外天的事情 我现在讲的是谈诚的事情 跟天外天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你讲的不只是天外天 你现在所讲的是属于 不属于天外天的天 对不对 因为你所讲的是不属于天外天的天 现在他们听得都猛叉叉 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你的属于 你的属于是不是到了那个程度 写给我看 现在马上写来 写两个字 四个字就好 你的属于写给我看 写四个字 你说什么 这几个字我都看不懂 中有 中有 近有 啊 中有近 近有 全部都有 那个年龄上升你给我看 这几个字有没有看 而且不只没有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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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轮回之中 好啦 冠点 给大家冠点 给大家冠点 师君以 以师尊做 做联花同学冠点 联身活佛慈悲开示教导我们密教灌顶的戒律 也为在场的弟子做根本传承莲花童子的灌顶 同时也赐下莫保 佛法广大无边 一切具足因而无欠无亏 日明月明无余无胜 无为无不为 剥叶无所住 无知亦无得 了知之理明曰放下 放下始曰圆满 周偏太虚 福报无上功德无上 从小念书啊 就是说要立志做大事 您这本书刚好很相反 是从小事做起 为什么是反着来讲呢 因为 我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好像是说你做大官 做大事 做小官 做小事 那我们不是官 所以只有做小事 做小事 那么小事呢 不要小看小事 因为小事集合起来 它本身就是大事 所有一切事情 都是巨沙成塔 像我这个写文章来讲起来 能够写到两百多本 主要是每天很少很少的时间 那么把它一起聚起来 每天做一件 这个写小篇的文章 聚起来 就变成很多本书 是 这个是做小事 所以任何事情 其实都是小事 但是呢 把它聚合起来 就变成大事 是 哲学发表这个 已经到二三七册了 那你每天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都可以如此这样子绵延不断 我自己本身来讲 其实最主要我是在修行 那么修行 其实开悟就是你本身的动力 如果没有开悟的话 你所写的 不一定集中一个方向 好像没有那种力量会出来 如果你真实的了解到这个宇宙人间的一个真理的话 那么那个宇宙人间的这个真理本身就是你的动力 它本身可以推动你 因为你了解了 你想要让世人都能够知道 众生都能够知道 所以呢 你必须要有那一种原动力 一直 一直源源不竭的出来 那产生的这个动力 就是可以讲 就是悟 你有了悟尽才有了那个动力 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 就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做善事 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利人 这个人利啊 人利 利人 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做一个真正当当的一个人 好 谢谢志生 谢谢 谢谢 您把握参加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好消息 卢盛宴文集第237册 《少少心怀》已经出版 联声法王近70载的智慧精华 教您轻松掌握放下烦恼 掌握幸福的诀窍 联声法王卢盛宴最新著作《少少心怀》 无上佛制的启迪 只要开卷就能获益 详情请殿台湾雷藏寺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台湾雷藏寺甲五年工作手册已经出版 欢迎您参加护持的行列 人手一本 让我们一起来迎婚纳福 台湾雷藏寺甲五年农民帝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给你点上新灯 现在我们的镜头要转向美国了 在2013年8月24日西雅图雷藏寺所举办的秋季超度大法会 在西雅图梅登堡会议中心举行 联身法王特别传授一身仅此一次的 冰头颅长眉尊者不共大法 世界各地来参加的弟子超过了3000人以上 而且这一次的贵宾灌溉云集 嗨 我们是市长 如果大家有请不高这个 佛湖山提升的 可以过来 其中贵宾有 华盛顿州副州长抗例 Bellevue市的市长 以及Raymond市的市长 King County议会副议长 中华民国外交部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廖东州抗例 以及中华民国驻西雅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金星处长 华盛顿州副州长Bren Owen 并颁发感谢状表扬连身法王 所以这么多的嘉宾护持 可以说是西雅图雷葬寺 多年的努力成果 现在我们就来看当天的法会实况 中华王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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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13年8月24日 西雅图雷葬寺所举办的秋季超度大法会 世界各地的弟子 因为师尊连生法王 此生只传授一次 兵头颅长眉尊者法 所以大家非常踊跃参与盛会 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听 百年难闻的连生法王传法开示 首先敬礼传法祖师 两名和尚 杀家正空上师 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 徒登达尔吉上师 敬礼 贪承三宝 敬礼修法祖尊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 敬礼 宾陀如尊者 师母 徒登师弟仁波切 所有的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Good afternoon 吴阳 大家午安 你好 大家好 大家都好 大家吉祥 今天我们是修阿弥陀如来 主要是超度 总之幽灵 幽灵众等 都已经阿弥陀佛放光皆隐 这个就圆满 那么阿弥陀佛也不用介绍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念阿弥陀佛 不管你信不信 刚刚那个上台的 上台的这个致辞的 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信阿弥陀佛 不知道 总之他们也是阿弥陀佛 也照念 大家都认识的 阿弥陀如来 大家都认识 不用讲了 因为讲也是多疑的 反正大家都认识了 只要佛价徒一见面 就是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阿弥陀佛 他说阿弥陀佛是什么 他以为阿弥陀饭头的 总之你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吃得饱 睡得好 有钱赚 那一切都很幸福 念了就是了 将来 你念到最后 精神统一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跟你接引了 什么都是好的 什么都是好的 我们今天主要是传授 这个冰陀佛尊者 他的特征是眉毛很长 那看起来 每一个雕像都是有排骨 他的胸前大部分都是排骨 阿罗汉的一种像 大部分都是这样 但是阿罗汉也有很好的像 冰陀佛尔佛不一样 来跟大家讲讲 冰陀佛的来历 冰陀佛尊者 是十六注释 大阿罗汉当中的首尊 他目前在天图摩逆山 你只要念天图摩逆山 冰陀佛尊者 念他的名字 他就到了 为什么他会到 因为他有一个佛的旨意 贴在他的摩逆山上面 佛子的令 谁传谁到 你只要传送他的名字 他就到 念他的名字 他就到 现在我们前面还有空位 对不对 那么因为没有准备冰陀卢的椅子 他那椅子 他就可以随便选一个椅子坐下来 随便选一个椅子 他可以坐下来 我们这里也有座位 这里也有几个座位 上师席也有几个座位 请他坐在上师席好了 这样也可以 那几个座位 让他坐 然后一个座位让他坐 他来了 他是有一个手座 一个位置的 他的来历 他是一位这个 鸡舍米城 一个叫做鸡舍米城 一个城主 就是一个国王 印度当时古代有一个国王住在鸡舍米城 叫做幽舍王 他叫幽舍王 这个国王叫幽舍王 他的一个大臣 就是宾陀卢 他的大臣 宾陀卢本来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臣 相当于宰相 快要当宰相 还没有当宰相 他的来历我最清楚 因为他怎么样子 他这个国王啊 本身做的事情不一定完全对的 只要做错了 兵陀卢就把他抓出来 把这个错的抓出来 这个在朝廷上啊 就直接对国王讲 你哪一件事情做错了 这国王当然啊 心理上很不舒服 这个做错事情 大部分都不想 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兵头都每一次都给他讲出来 所以人间啊 你说哦 讲道理很好 只讲道理不好 为什么不好 讲给你们听 你跟你的恋人讲道理 那就是差不多快要分手了 你跟你的老婆讲道理 你是不想吃饭 你敢跟他讲道理 那是不想分了 跟同事讲道理 是真的不想分 跟上级讲道理 你是不想干 跟老板讲道理 你是不想升官 跟邻居讲道理 你要 不是邻居搬家 就是你搬家 跟朋友讲道理 你这个朋友也不用教了 跟老师讲道理 老师这个 每一次都给你淋淡 跟社会讲道理 你差不多要完蛋了 跟潜力讲道理 你是不想佛了 告诉你 不能跟人家讲道理 所以冰头颅犯这个毛病 他就是跟国王讲道理 他就是不能干 国王说 你既然跟我讲道理 你老是那么样子的庄严 理直气壮 你国王气得要干脆下一道命令 你去出家 冰头颅犯就被赶走 他去出家了 他没地方可以去 到时候终于有缘 遇到释迦摩尼佛 他就出家了 这就是冰头颅讲道理的过失 在这人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你要跟谁讲道理 你就倒霉 我告诉你 你跟下级讲道理 下级倒霉 你跟上级讲道理 你倒霉 你跟上级讲道理 谢谢大家